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100萬QA大目擊! 哇!妳手上100萬QA! 不知道耶! 是1萬喔! 大家好!我是 大本事務所喔! 快點給自己掌聲! 掌聲會覺得我拍這個影片 因為我們的攝影機怎麼樣? 有點怪怪的 它壞掉了!它不會自動曝光 今天什麼系列? 今天是... 9系列 水衣集耶! 水衣集 它這影片都是水衣集 今天是水衣集系列 今天是水衣集系列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100萬QA大目擊! 哇!妳手上100萬QA了 不知道耶! 是1萬喔! 喔!100! 喔!1萬! 不是喔!100萬! 全界!全界5點而已 等一下我要上日文課好不好 哇!5點而已 這什麼...什麼主題? 今天是... 1萬QA大目擊 對!1萬...1萬訂閱 喔!這個頻道多久啊! 很久耶! 從疫情那一年開始 因為疫情那一年不是都沒有學生嗎? 嗯! 然後呢 同學就想說 那妳為什麼不買廣告啊? 嗯! 就說我們都會去買廣告啊! 什麼宣傳 我也想買 但那好貴喔! 我有去問過低卡的價錢 我有問過... PTT沒有了 低卡價錢 Google 你知道Google啊 它是妳打日本留學 嗯! 然後不是要很多什麼廣告商贊助 對啊! 你知道點進去要多少錢? 點進去! 你只要點進去三四秒鐘就扣錢了 你哥就給我收錢了 真的喔! 夠了50塊 60塊? 一個便當的錢 60塊買得到便當嗎? 現在該不行了 菜飯啦 現在只能有飯 只有菜而已 菜飯沒有煮菜 就是... 就是一點點 對!然後那就很貴啊! 然後... 以前... 我還沒有來過... 我來很久啦! 就以前很久以前他們有買 發現效果根本不好 喔!沒有用 因為這個業界很壞 怎麼說 他們會去把人家的那個錢點掉 然後反正我們就公司很窮啊! 就沒有錢 你們都做佛心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賣那個報告嘛 嗯! 然後同學就會說你們怎麼都沒報告 你們沒錢 沒有錢 然後我們就開YouTuber頻道 畢竟啊!多名的那個什麼 主持人 不要贏而已啦 沒有啦! 過正只要換一個啊 蛤?要換一個喔? 大阪區的啊 喔!對啦! 你Share小姐 你Share小姐 你Share小姐她會有再加入我們新的大阪版本的拍攝 對 那一萬訂閱是什麼概念呢? 學姐猜猜看 有一萬個人在這邊訂閱 什麼在這邊 有一萬個人看我們的頻道 如果這麼簡單 我應該不用理會 反正一萬訂閱 我一個頭就說當那個YouTuber很賺點 沒有沒有沒有 你猜猜看 我一整年賺多少 YouTuber 就訂閱啊 然後你們看啊 然後都幾百個人 我說五百三百五百 一百萬嗎? 一整年喔 一整年喔? 對對對沒有那麼多 蛤?還沒有那麼多? 我一整年大概台幣賺五六千塊 蛤? 他一年大概 他一年大概自己兩次支票給我啊 一次是一百塊美金的 欸?真的喔? 我連這台設計我換不去 好可憐喔 天啊 反正就是為了做宣傳嘛 就是要帶給同學們去留學啊 或者是要移民的同學一些好的建議 但我也不知道你們要問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有 一萬QA啦 學姐不是說百萬QA 反正今天QA大目擊 那同學 同學會很多想問嘛 你可以在留言下面詢問 你想要問什麼關於日本的問題 你在這支影片以下留言 留言下面 那我們就問學姐啊 學姐你想要問什麼問題 什麼都可以問真的 主任為什麼不拿面具 為什麼主任都不行 有啊!老闆也問過這問題啊 蛤?他問不過喔? 老闆雖然是一個老爺爺 但是他非常的Fashion 你知道嗎? 什麼抖音啊 IG他有辦法 他就說你們什麼時候 百萬QA的 老大啊 沒有辦法啦 沒有辦法啦 可是他為什麼沒有 他沒有問你說為什麼 都不拿面具嗎 然後我跟他說 百萬Youtuber都拿下來啊 還沒 艱難的考驗 沒有啦 主要為什麼不拿面具 有同學常常會問 為什麼不要拿面具 然後下面還會有人 亂留言批評我 說什麼你這樣子 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樣子相信啊什麼的 我還收過 只有收過一個啊兩個吧 喔 其實我只是因為色孔 我不想要 你知道 就走在台北街巢 啊你主任對好 因為同學有點多 已經有同學 因為同學來這裡半年 他有時候在路上會認出我 可是我內心說真的 我會 啊是是 可是我內心說 誰啊 所以為什麼不拿面具 只是我因為害羞 我就很害羞 因為我是被逼的 被逼的怎麼樣 不是我們沒有錢做廣告 只好逼著自己拍影片啊 然後同學會想要看本人 我就說 那你來這裡現場 看得到 來找本諮詢就看得到了 對啊 那同學 學姐還會想要問什麼樣 QA問 你會想要問什麼 什麼都可以問真的 我只會想知道 日本的一些文化 那些問題而已 你才不想知道 為什麼我不想知道 你明明就只是想要知道 京都的拉橋 那個人力車小哥哥多少錢 這個不用問啊 一萬塊我做過 喔你做過 你不會想問那個喔 不會想問那個 你不會想問哪一間醉水 我也不知道 那你還會想要問什麼問題 什麼文化問題 文化問題喔 我會很想知道 是不是 大凡的萬聖節 就真的這麼瘋狂 都會去跳河 沒有啦 沒有嗎 會有人跳河但不多 我曾經想說 如果我們百萬youtuber 我去跳那個人 要去哪裡跳河 對啊 倒頓 倒頓哭 欸 倒頓哭 跳河 你這樣跳下去啊 然後 有一些人就會問一些 有的沒有的問題 嗯 什麼買車啦 買摩托車啦 摩托停哪 我最近我有被問什麼 我有被問說 腳踏車會停車 一定要收費這一塊 有啊 所以日本停腳踏車都要錢啊 所以他不是跟那個U-bike一樣 那一格一格 對啊 然後他們就會跨過那個格子停到邊 會嗎 大本就這樣 我們那附近超市都這樣 是喔 就是那有收腳踏車停車的 嗯 他們就會把它停中間 然後大家就很整齊的都 都跨過了 都跨過了 因為他也沒在收 不過有一些車站前面 會有那種腳踏車 他當然會有免費的 不過幾乎沒位置 嗯 他就會有月租型的那種 停車廠 一個月好像一千多塊是比 是喔 嗯 一千塊耶 也挺貴耶 他比兩百而已喔 那麽貴 好像也是喔 你摩托一個月才四百 太低 好吧 對啊 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問題 你還會想要問什麼 是不是都太簡單了 這種問題太簡單 有啦我遇過什麼 就是問健身房在哪裡 他問我健身房的 還有問什麼 健身教練的 然後還有問那個 什麼捐學的 然後什麼高志工的 那個法理上禁止的事情 我們都是不會回答的 其實QA大幕僅想要問什麼都可以 我們會有權力拒絕回答 可是你想會 大部分都可以回答 我們看到有趣的留言我們就回答 不有趣我也不會回 就認真的那種我也會回 啊認真也要回啦 可是太難文可能就不行 多難 我最近在寫碩士論文這個 你可以幫我起個大肝嗎 喔那個真的難 對啊 那個同學這太難做 超粗 我直接留言 就有時候我會回那個同學留言 他太難回 好啦今天就是一萬訂閱的一個慶祝 再給自己掌聲鼓勵 耶耶耶耶耶 我現在跟老闆放了 老闆我也聽一萬訂閱 喔他應該 他會開心吧 他不會開心啊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Fashion老人 他是一個非常潮流的老人 他覺得這還好嗎 一萬這麼少 他自己都都好幾萬 就像我剛開始口誤一樣 以為是一百萬訂閱 一百萬訂閱 哪怕現在是衝過來 衝過來 哪怕衝過來 百萬訂閱怎麼弄 我超厲害 我沒想到厲害嗎 那流血怎麼弄到我厲害 流血要不要 我不知道耶 一百萬啦 流血要不要講話真心難 QA啦 QA就是大家想要問什麼 不管是流血啊 或者是移民啊 或者是什麼都會 然後你要問這十七十八 我也蠻好奇 他們會問同學會問什麼耶 我也很好奇啊 他們到底有多少的創造力之類 對 到底會問哪些問題 就好像我創造力還蠻貧乏的 我就想不出來要問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平常就會在影片下面留言嘛 我有份會回一下 然後他們就會問一些 生生氣氣的問 其實有看到的同學在那邊 就是說 啊什麼 有嗎 有啊 你要確定耶 我確定 你要確定耶 你要解圖耶 我好像有看到這個留言 有有有 你要確定耶 因為我們影片很多 就這樣子 就是什麼都要找不到 你要確定耶 對啊就是各種問題都可以問 反正我們這邊就是一個佛心頻道 也沒有在做業配的 不過最近可能會業配吧 蛤 真的啊 要業配什麼 有一些官方機構要業配啊 喔 好吧 什麼插插局啊 圈圈鎖啊 什麼東西 你這樣子太多 不行 你講出來會曝光不行 然後等到簽約之後才說 喔好喔 那今天有時候 滿開心的 就一萬我那天 大半夜嘛 大半夜好像曝一萬的時候 我就跳起來 哇 這很厲害 然後 冷靜下來之後 好像也才一萬 加油 這會太像五萬 太像五萬 聽你了 要想什麼 不要想 也很努力也很久 好不容易一萬要 不會啊改天 沒有啊就是因為現在 有大半辦公室 可以拍一些更好笑的東西 對啊 我也滿期待的 比如說我們就去找那 認識的律師 來律師先生跟我們聊一下 最近日本人離婚的 怎麼離比較好 然後他說 我跟妳講 然後大半夜說 我跟妳講 怎麼都不要 真的喔 離婚的啦結婚的啦 然後有的沒有的啦 欸我會滿好奇的 我就會很好奇的 我就會很好奇的問 欸 律師一些無聊想問的 你要問什麼 蛤 你想要問什麼 我看是不是想要跟我 問等一下 可是我那個路上撿到 腳踏車可以騎嗎 呵呵呵 欸這個也滿好 滿好奇啊 對啊我也想要問 然後那律師一定覺得 我很煩 問這些沒有掌勁的問題 啊或者是說什麼 如果我都沒有去角色會怎樣 喔 我覺得這個也是滿 就問公家機關人員啊 如果 如果我都 我都沒有講說我會這樣會爆炸嗎 反正這個頻道就是靠緣分 大家有緣就會在頻道上看到 好啦今天每次結束 一樣老化的巨面 是結束都要說什麼 請同學訂閱按讚 小鈴鐺 這個廢話竟然開15分鐘 反正就是問你們 為什麼就下面留言選一選 對 啊我會斟酌回答 好 可以斟酌回答 就是有一些太難我真的也不會 最後跟大家說什麼 掰掰 這廢話還真久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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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